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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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控方有張立場在2020年7月1日 《國安法》身後翌日發布的報導和評論 分為中性和負面兩類 舉例指報導引述駱惠寧、張曉明和林鄭月娥等 支持《國安法》的說法屬中性 而立場當日發布的大部分為負面文章 辯方大律師余若薇則質疑控方標準不一致 並指出負面批評以煽動無關 亦無助控方證明涉案文章是否屬煽動 日前在波斯尼亞舉行的世界冰球錦標賽中 香港男子隊出戰伊朗大勝 但大會在賽後將懸崗歸香港作為香港個歌而播放 引發港府強烈的不滿 港協企奧委會擇成香港兵協調查出賽原因 並批評香港兵球協會未依指引行事 港隊領隊關院儀14日發公開聲明 重申賽前議案指引向主辦方提供正確國歌網站連結 不過主辦方事後解釋 因為未能從港協隊提供的連結成功下載國歌 只能在維基百科搜尋 據港媒報導說 關院儀在去年10月初已發送電郵通過國際冰球總會 並附上正確國歌的網站連結 港隊2月25日抵達波斯尼亞後 關院儀曾向波斯尼亞兵協職員口投查詢 要求核實檔案歌曲是否為正確的中國歌歌 獲職員回應說可以 但其後已事務繁忙為有 未有核實 關院儀在公開聲明說 波斯尼亞兵球協會在錯播國歌後解釋 由於當時收到的連結是中央人民政府中文版網頁 選擇英文版就會自動跳到其他網頁 因此無法成功下載檔案 故透過維基百科以香港國歌進行搜尋 和下載錯誤歌曲 並就此事道歉 國際運動賽事自去年至今不斷有主辦單位 視願榮剛歸香港為香港國歌播放 原自當外界以Google搜尋香港的國歌時 原榮剛歸香港的連接 會出現在義勇軍進行曲之前 港府和親北京陣營對此反映強烈 北京特首李家超等官員 要求徹查事件和撕押谷歌 修改搜索結果 警方亦表態要調查案中 是否有人違反港版國安法或國歌法 甚至中共外交部亦出面表態 聲稱支持港府堅定維護國歌尊嚴 不過其後親北京港會星島日報引述消息說 港府承認介紹國歌的網頁製作全有缺陷 並開始重新設計 以其透過演算法和官員分享 改變網頁致頂結果 有網民得知消息後 此兆港府搞一大餐 最後還是要認自己不懂 搜索引擎優化 曾公開支持反送中運動的 馬來西亞歌手王明志 今年4月起 展開世界巡迴演唱會 16個巡迴站中 違缺香港 他回應傳媒時 透露申請被拒 但不清楚原因 據余一報道 王明志14日 以機師造型 現身台北記者會 宣布巡迴演唱 會將由台灣出發 前往全球共16個城市 包括新加坡、澳門、曼谷、大阪、吉隆坡、巴黎、倫敦、多倫多、雪梨、密爾本、溫哥華等 卻唯獨缺香港 回應傳媒質詢 王明志說 非常抱歉 也非常遺憾 最後一分鐘 收到通知 是申請不到 不好意思 我覺得是一些輿論壓力 王明志表示 過去曾在香港開過兩次演唱會 很愛香港的歌迷 今次的巡迴演唱會 未能到香港 感到很難過 很不公平 他質疑 現在50年還未到 為何會有不能辦的演唱會 為何會發生這樣一回事 我真的不能接受 王明志自2019年起 一直關注和聲援香港的抗爭運動 曾先後製作多首歌曲和音樂短片 包括紀念反送中運動的《我們的海闊天空》 嘲諷中國網民小粉紅的作品《玻璃心》等 日前香港導演杜奇峰在柏林影展出席記者會時指出 極權國家 獨製者會先對付電影文化 呼籲全球爭取自由的國家和人民都要支持電影 其後有報導指其微博帳號被取消 而遭到中共封殺 王明志則在社群發聲力挺杜奇峰 就這樣的一段說 杜奇峰導演被中國封殺了 可惜中國人亦再亦看不到 真正有靈魂的好電影 真正被封殺的不是杜奇峰 而是在戲院裡的中國人 加拿大聯邦政府近期宣布 就設立外國代理人登記處展開公眾資訊 加拿大香港監察說 鑒於由公眾資訊到正式立法耗時經驗 促請加國政府先設立獨立舉報議線 制止疑似中共代理人在境內 持續恐嚇加國香港人 據香港監察面書消息 香港監察贊助人參議員 尼奧·庫薩科斯早在2021年11月22日 已提出的S237法案 強調加國聯邦政府 有必要就外國政府的代理人設立登記處 以識別同抗衡 這些自身加國境內的外國代理人 對加國國運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 加拿大香港監察表示 S237法案已是最佳法案 定必繼續積極參與聯邦政府推動的資訊 加拿大香港監察又說 近年眼見中共透過不同形式 向加國香港人施以威嚇 包括多家傳媒披露 中共海外警察局已在加拿大多個城市運作 令加國壞人 以至移居當地的香港人 心感不安 除滲透以外 疑似中共代理人 更在加國製造白色恐怖 不少求助個案 而因政見不同 而遭親中人士匿名恐嚇 加拿大香港監察表示 面對層出不窮的威嚇惡行 加國政府 而在立法推出外國代理人登記儲前 儘快設立一條舉報熱線 接收和調查在加拿大境內 為受外國代理人滋擾的個案 以支援加國香港人 另外 就加拿大港人受匿名恐嚇的情況 加拿大香港監察 將安排求助人士出席本月底 在厄大華舉行的閉門員卓會議 希望能借此 推動政府加快報伐 設立舉報專線 這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你訂閱和分享 多謝你的收看再見